服用避孕藥有什麼好處 大部分都有誤解 那不到20%的大學生了解長期 這長期多長 等一下再說 其實長期服用避孕藥 對一個成年女性是有好處的 但也有壞處 好處壞處 妳自己去平衡 好處最明顯的就是 它是一個到目前最可靠的 除了結紮之外 最可靠的避孕方式 它比避孕器好太多了 避孕器容易造成 比較特殊的體質 而且避孕器本身不太人道 所以有機會再說 而且避孕藥呢 也可以降低蘇軟管 或子宮外孕的機會 我們知道懷孕應該在子宮裡 但有的人到蘇軟管裡面 或得到子宮外面去懷孕 這會有生命危險的 它也可以減少良性的 子宮腫瘤 這大部分纖維流 和纖維腺流的機率 它其實減少乳房腫瘤的危險 那這種東西有時候要開刀解決 有時候限流 雖然是良性也要開刀解決 但又會減少 那很多的婦女齁 她服用病藥後呢 月經比較短 所以比較少 因為血少 所以營養 比較不會照常貧血 那不規則 還把它變成條件 對不對 把它變成規則 而且呢 因為卵巢喔 會製造搞固酮 就男性兒門啊 女生兩個男性兒門來源 一個就是焦慮 產生的聖陰性 這個是性陰性的男性兒門 那特殊設計的避孕藥 還會降低於訓練搞固酮的 那個會喔 那個就是專門在降男性兒門的 那這特殊設計的避孕藥 就是用來治療這個的齁 那搞固酮的濃度 男性兒門濃度 降低粉色和出油 那其實這兩個只要解決 譬如女生譬如就會漂亮 就像小朋友一樣 好 那避孕藥會讓子宮黏膜 子宮頸 就是那個子宮的開口 就是子宮頸 比較最預防細菌感染 所以不用避孕藥可以減少PID 這個是很重要的齁 不要去減少感染 這是好多很多的 然後 長期服用就是幾年更久 這個就是用年算 所以有的人說 我吃好久吃了三個月 那剛剛有效力了 那可以預防一些可怕的疾病喔 它可以降低暖潮的機會就10% 你只要吃5年就降低50% 吃8年就降低80% 暖潮癌是腹癌裡面最恐怖的 因為它很難發現 這種保護作用在停用服用避孕藥 還可以維持15年 服用5年 可以降低50%的子宮 子宮本體 就是子宮那個子宮癌的機會 5年可以降得出來 這些 都是人家都不知道的 因為 強菌面 有很多的 皮膚科醫生反對 因為 強到他們飯碗 所以事實上它是好處很多的 然後 所以 那副長醫生不太要用這種藥 這個 這個一言難盡啦 原則上 這是一本書叫做 《腹科診療室》裡面 我找了一點小文章 那有些女人在月經萊草的時候 會偏頭痛 因此這種月經性偏頭痛的原因 還不知道啦 不過應該跟停用服用有關 許多婦女服用必要 發現非常多發生 皮膚炎都獲得感 有的會好耶 但有的會惡化 老實講也有少部分是惡化 那就換一種藥就可以了 必要可以減輕粉刺的問題嗎 有一些廠商在廣告說 他們的必要可以證實 可以幫助年輕人減少粉刺 這種廣告詞讓人家以為他們的廠牌能提供這樣的好處 其實 有些廠牌的必要 這種廣告詞啦 這個其實要醫生開啦 這不是這樣廣告的啦 很多人在藥局賣那種 有些廠牌的必要都會降低血中 所以不只一種可以啦 很多都可以降低血中 那個男性的含量 但是他這個要醫生幫忙比較好 因為吃到什麼時候怎麼停 都有學問的 而且不是單一個藥就可以 他們好幾個要合在一起 FDA 美國衛生食品管理局 只有專門提供經費 只有那些專門提供的才能夠針對他們的這點在廣告 沒有提供錢就不可以